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妈 怎么又不在家 不是说石柜吗 怎么才占包钱 老板 两根辣椒 自己拿吧 老板 再来一个大刀雪糕 大刀雪糕五毛 谁呀 给你 谢谢老板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满路的事情 去了 我